而且它颜色分布非常均匀 一半一半的 有没有给过价这个 给到2万 乌鸡给到2万 有否是一刷3000 想找诺斌的乌鸡手头 先咱们去吃盘找一下 有 这手打多少 有没有乌鸡的 有吗 还真有你看到 这种就乌鸡的小细条 做什么的 做叮当的 带白的就会带肿水 底子也还算可以 就是局部会有裂 中一搜索开多少的 搜索开300 300一条的话 一对也要600 像之前几期视频 有跟你们说过 就是乌鸡如果没带肿的话 就是几百块 如果稍微带点种水 在高诺左右的话 一般就是在1000多 到诺斌之后 价格就要再往上提 一般就是2到3000左右 接着找去吧 这种就是做蛋便做吊堆的 小的就做不了所作 这场乌鸡很少的现在 这条开多少 这个开6万 这种也是乌鸡 它是一个半山半水的 上面半圈 是一个果羊绿的一个底子 然后下面半圈的 就是一个乌鸡的 种水也没有多少 但是一带绿 它价格就会高很多 而且它颜色分布非常均匀 一半一半的 有没有给过价这个 给到2万 乌鸡给到2万 这条开多少 像这种就是属于一个高诺化的 还没到诺斌 但它这里会带点绿 带点绿之后也会贵一点 这四个饼呢 这种也是乌鸡 一个乌鸡的饼 到时候拙心还要再掏出来 像这个种水 就会到小诺斌去了 打得跟山水化一样 山水之间 而且还有带着点淡淡子底 乌鸡就不用看自然光了 因为你拿到外面看 它也是黑的 这个给过价没有 1800一个帮我问一下 还有带纸的 看这些 很有意境的这几个 1800不行 完美度是还可以 没问没列的 加2002000问一下了 直接问到最低多少了 给到2000了差不多 最后加一口了 2100帮我问一下 4个8400 可以吧 帮我包一下 转过去了 这个饼呢 咱们现在是以2100一个的价格拿下 然后咱们现在拿一条 按照粉丝的圈口去起货 看一下最终的一个起货效果 两千亿买的诺宾鸡手肘呢 已经起货好了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起货 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 乌黑发亮 珠光宝气 整条手肘是做了一个细圆条的条形 配戴在手上之后 也会显得更加的秀气 整圈都是有带种水的 局部还有达到一个小诺宾的种子 打灯看一下 看打灯网里面的乌鸡 一丝一丝的 就像天然的国潮水墨画一样 整条手肘都有带种水 在不打凳的情况下 又是漆黑一片 低调又不是内涵